在芒果 石油 花花在这里 来 鱼总 你叫一下小花花 小花花 花花 花花 鱼总叫花花 她没反应 你再叫她 再叫她 小花花 小花花 过来 她不听 她没感觉 过来 过来 昨天晚上呢 我是在鱼总的营地 录影的 早上把狗笼拿下来 让他们在这里活动啊 这里有地毯 那啊 她在早上吃草 草味不舒服 对 要吃点草 吃草的狗子不会生病 真的 这两个也在吃草 芒果也吃草 他们现在玩的好开心的了 相处了两天 她就跟着我 看一下我叫她 她会不会走 我来这里吧 花花 走了 一叫就过来了 走了 她现在知道自己的家了 在车里面 在这里 好开心的 在这里 花花 这里 过来 现在我跟鱼总 我们去吃好吃的 你看 感激 早上的阳光很美啊 早上的阳光很美啊 现在我和鱼总来这里感激啊 看我们生活这个街道 像不像农村 看一下这边像不像农村的房子 其实成都有很多这种老房子 然后呢 感激啊 今天的话我们来吃一个早餐 哇 吃这个 肠粉 生糊粉 生糊粉 我们也来分这个粉嘛 好 好吗 好吗 谢谢 看一下 这里就是感激了 卖胡萝卜的 卖胡萝卜的 这是童韆 早上的话咱们买一点排骨给狗子吃啊 现在呢 就买点萝卜吧 现在我们已经回来了 回来之后呢 我现在给狗子煮好吃的 因为来到鱼总这里了 煮东西很方便啊 哇 这里 哎 好乖 哈哈 来 来 来 好 等一下吃肉肉你吃好不好 他不让那个狗进来 过来 今天煮的 给狗煮的吃的 这个排骨 这个是排骨 所以下面这个肉 这个是排骨 这个是排骨 这下面这个肉 吃不了多少的 对 吃不了多少的 吃一块一小吗 吃一块 牙齿咬不动 你来 这里 这里 他睡着大了 他守着你等着凉的再吃 你看 你看他守着 有点热的 开始吃了 你看 这个肯定吃 这个不吃的话 这个没什么可吃的 这么饱了 他去藏东西 他吃饱了肉 他就把藏在土里 好聪明 大家还认识刚刚这个旺旺吗 他这里养的特别好 特别聪明 刚刚给的肉给他吃 但是他吃的比较少 特别感谢这些有爱心的朋友们 收留这些浪浪 还有这旁边 这营地旁边的老板娘 也是特别有爱心 他就所有的一只浪浪 生了五个宝宝 但是在这个房子营地里面 生活的都挺好 这里里面每个朋友 都帮忙照顾 我觉得挺好了 就这样吃 今天早上赶集呢 我就给三个毛孩子 炖点肉 等下给这浪浪 他们也吃点肉 现在这个是给花花吃的 先摊凉一下 芒果的 石牛的 这上面那个大的骨头 给他们三个 一个人一个大骨头 让他们撑里面啃 现在再摊凉一下 等下看他们对这个肉的味道如何 让他们尝尝 看一眼凉了没有 可以的 来 画画 等一下 等一下给你吃 等一下 芒果 芒果 这是你的 吃了芒果 对 对 你看看 你看看 吃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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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狼腾苦咽的 啊 好像很久没吃肉一样的 错了芒果 吃吧 吃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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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再拿 芒果给你吃 不要下来 我来了 我的香味 你看 进去吧 进去 对 进去吃 进去吃 又吃完了 吃完了之后 给你骨头咬 给它咬的原因就是为了抹它的牙 它现在可开心了 嗯 真棒 你看到 十六在这里 一个大块骨头也咬完了 那个肉吃得很干净 看一下芒果 哇 芒果在这里 芒果的牙齿很白 就是因为什么 因为给它抹牙了 你看 经常要给它吃点这骨头 芒果它不会把骨头吃掉 你看只啃那个肉 芒果啊 我试一下我一拿芒果的肉 看它会不会给我 会不会忽食 来 给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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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说不得给我 给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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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芒果给我 芒果给我 不可以吃的 给我 不给我吃的 不可以吃 啊 哈哈哈哈 你看这个家伙 来 我看见十六 它会不会抢 抢我的肉 吃了不可以吃 给我 给我 不给我 你看 十六不副食 来 不可以吃 不可以吃了 不可以 不能吃了 给我吃 好 来吧 鱼总 你觉得这后面狗的拖挂 养牛老狗怎么样吗 那非常好 非常好啊 很完美的 很完美啊 所以说你 建议你还是用个拖挂 用个拖挂啊 对 用个拖挂的话 把狗放在后面 你朝复你也住着舒服 狗也住着舒服 对 都舒服 好 今天跟鱼总一起去菜市场里面 买的一些 骨头 那大骨头啊 主要是给狗狗磨牙了 你看他们三个 现在 吃的是精精有味 再买点肉 炖给他们吃 只要有条件允许的话 咱们就尽量的不要给它吃狗羊啊 今天呢 在这里感谢所有粉丝朋友们 给这个小花狗啊 取名为花花啊 啊 它在那个 狗在山上流浪的时候呢 很多人就叫小花狗过来 小花狗过来啊 那么呢 综合考虑一下 我觉得花花这个名字比较适合 咱们以后呢 就叫它叫小花花好不好 我觉得比较迅口花花啊 祖国的小花朵啊 一朵盛开的鲜花 听到花花这个名字就感觉很美好 就是鲜花盛开的感觉啊 我觉得还是蛮不错的 这是网友们大家以至大部分的情况下 都同意叫花花这个名字啊 那就以后就叫花花吧 后面的话呢 我还会收养啊 需要我的有缘分的流浪狗哈 那养多了怎么办呢 我今天想了一个主意 也就是我和鱼总想了一个主意哈 就是 就是给狗狗买个拖挂啊 让狗狗睡拖挂里面 我睡前车里面 咱们能养几只就养几只哈 现在给大家看看 今天这把车是开过来 主要是来对比一下这个拖挂的这个 啊 这个地方啊 这个 这挂钩这个地方和这个地方 是不是一直高了啊 主要是过来量一下这个地方 看到没有 这里搞个拖车钩 这里本身是有拖车钩的 啊 还有电 啊 这样子 这样呢 就可以把这个 就拖到后面了啊 看到没有 咱们就搞一个拖挂啊 后面就养流浪狗 养狗 很多粉丝朋友们很担心平安啊 我都说过了 平安非常安全 也非常健康 在家里面养的非常好 咱们过个两三天呢 我就给大家看看平安的状态啊 现在咱们就有了四只狗了 毛狗跟石榴啊 这个是铁搭档 他们两个芒狗跟石榴啊 肯定会一直跟着我在车上的 现在嫁了一个平安王花花啊 花花 听到这个名字我就很开心 因为它有鲜花的感觉啊 让你想的花的感觉 花朵是美丽的吧 希望它健康美丽的成长 就叫花花吧 我觉得这个名字挺不错的 花花呢 有可能会一直跟着我在路上的啊 花花 不要告诉我 不要问我 为什么啊 因为这就是这种感觉 那平安呢 也会在路上啊 如果要在路上的话呢 怎么办呢 处理呢 想了好久 姐妹弄个拖挂 后面拖一个小拖挂 专门收养牛郎狗啊 牛郎的啊 自家 那么如果再收养一些牛郎狗 如果说有缘分的话 咱们就可以把它送给别人 或者是说在路上呢 可以救助更多的牛郎狗 大家觉得这个 这个规划好不好啊 如果好的话 在下面给我点个赞好吧